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意识 我是宇正 那这一集一样邀请到这个Raymond 吴少刚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他自己在这个收藏跟投资这个NFT 或是这个区块链 或是加密货币上面的一些经历 那我们这集先从他的这个家庭经历来讲起好了 那Raymond他其实也不会演 他自己本身家境还算是不错 可是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 然后头脑一动得非常快的一位富二代 那我们就要从他的这个家庭渊源讲起了 那其实他在他的书中 我有看过他的书 那他在他的书中也有自己讲到 他爸爸给他的一些观念 造就他说为什么他现在会想要去专注于这些 比方说他特别喜欢赚钱之类的 就是我们可以请这个Raymond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好吗 OK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我爸爸是白手起家的一位室内设计师 就是我们小时候是 就是他就是我出生那年他的公司也刚成立 所以就是完全自己拼起来的 然后他给予我的教育就是 抚养我的不管是教育费生活费 他都会支付 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想要什么 什么比如说奢侈品 或者说想要去哪里玩什么的 那大致上他就是说你就是自己去赚钱 你自己去想办法 比如你以前想要买一台Gameboy之类的 Gameboy有时候生日礼物可以 可能可以有一个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多什么游戏啊 或者说PS 或者再买更大的PS 就是更新的PS2 那你可能就申请很难通过了 就变成是要自己去赚钱 那他给予我的教育就是说 钱要自己赚 然后做的决定要自己负责 所以我然后因为我从小就在 11岁的时候就被送去美国读技术学校 就住在学校里面 听说那个学校也是贵族学校吗 对我们那个时候是 我们家是就真的是all in送我去的 all in 以我知道的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当时很紧绷的送我去 所以我爸爸还跟我讲过 说到学校你的同学 都会是一些企业家跟富豪 你不要去跟他们比 确实他们都超有钱 这个教育观念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因为我先简单讲一下 为什么我也提到这个Raymond 他自己的家庭教育 因为我相信说听我的节目很多人 因为都是对艺术市场有兴趣的嘛 那其实你会对艺术市场有兴趣 就其实蛮多也是富二代或是富三代的 所以我就想邀请这个Raymond来讲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经历 OK那Raymond可以继续讲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会有这种能力 等于是我的赚钱的动力 培养出我今天的这个能力 跟思考的逻辑 就是因为当年我没有跟他开口 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东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是这样的情况 他们现在的状况就是 讲难听点就是 只能再回家吃软饭 他没有办法自力更生 就是他们以前小时候 我爸爸我要一台PS4 我爱一台 就是高中买车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在美国高中 要买车子 那身为一个17岁的男生 谁不想要一台帅的跑车 对啊 对那 那我的同学有一些就真的开超跑 少说都要Lexus吧 对啊 就是Lexus就已经是很 已经是那种很基本的 对啊 对啊 那他那时候就帮我买了一台Volvo 对然后我就 因为他觉得很安全 那我就觉得说 当然有车是好 可是我就觉得说 妈的我真的是 以后我自己赚钱 觉得要买一台大牛 我跟你拼了 我先强调一下 可能我们在台湾看到Volvo 好像是不错的进口车 但是他在美国算是 很便宜的平民车啊 就是正常的平价车啦 对正常的平价车 对 只是进口到台湾比较贵而已 那时候我就是想说 那不然我要来个BMW3系列 可是 因为其实价钱也没有多很多 对在美国 但他就是说 就不行 就是不行 就是你现在不可以开这种车 那我就很不爽 我就说 我就以后一定要买一台跑车 就是这样驱使你的动力 对 然后我就是真的超想赚钱的 然后超想要 给自己圆一些梦 然后 因为德州普克 我也在过去的几年 也圆了很多自己当时设下的梦想 所以像你爸 我觉得你爸给你的教育方式 还蛮特别 等于算是钓鱼的教育方式 先让你看尽了 所有有钱人都在玩什么 那你才有动力 然后再让你没钱嘛 然后你就有动力去追逐那些东西嘛 是不是 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 也没有那么刻意 也没有那么刻意 就可能他就觉得说 这个学校好 然后环境好 然后你的朋友可能会带给你很多的 不同的这个社会上的关系 他是可能是这个思维 在送我去的 并没有说想要故意 让我得不到的感觉 对 好啦那再讲回到这个区块链NFT的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上一集 虽然有讲到NFT好了 那我还是希望请这个Raymond 特别讲一下 你心目中的NFT是什么东西 就是最基本的去解释一下 我觉得NFT是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同质代币 就是说你有这个的话 就代表你持有这个产品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认为NFT比较像是一个购买凭证 一张门票的概念 就比如说 NFT最近有一个项目是 叫做无聊猴子 4A Yab Club 那他这个等于就是说 你有一只这个猴子 那相对上你的钱包里面 就会有一颗这个NFT的代币 是 对那你就会进入到一些可能 特别的社群 比如说Discord社群 或是Telegram社群 然后是只有钱包里面有这个币 才可以加入的 那变成是 他就是做成一个乡村俱乐部的那种概念 或是说福人社这种概念 你一定要有这个门票 你才可以进入 那如果说这里面的人 都是很精英很顶尖的话 你就会想要去参与这个事情 对啊你可能连这个 Steven Curry都已经买了 对所以就说我可以跟Steven Curry 在同一个群组 同一个群组上 我就是可以跟朋友炫耀 超屌的 对啊你就跟Steven Curry放同一个头像 这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Digital Flex 就是数位的炫富 OK所以对我来讲 除了说他可以炫富以外 他是一个进入某个社会的门票 对进入某一个上流阶层的门票 那你目前观察说这个阶层 他们的组成大约是哪些人士 OK所以有一些主流媒体的剧情 比如说Steven Curry 比如说JZ 然后音乐的话可能会有Steve Aoki 然后还有Blau这种DJ这种人 那在Crypto的里面的话 很多人是不懂艺术的 也不懂音乐 也不懂篮球的 对 我就是懂以太币 对 我就是可以在100块美金的时候 买了1万颗以太币 是 所以我现在超好钱的 那我现在超好钱 我每天都泡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是 我也对 比如说我对贵的衣服没兴趣 是 我对跑车也没兴趣 那我要如何 那我唯一 就是他们活在推特上面 嗯 我要如何在推特上面 让大家知道我很牛逼 那就是我放个头像 放个CryptoPunk 然后说是几号几号几号 所以这群人就变成说 他是用CryptoPunk 或是猴子 或是以太石头 在炫富 在跟别人讲说 因为虚拟世界没有办法买那个 Labagini那些的 或是巴拉利 可是上礼拜 Mazerati出了一个NFT 哦 是哦 对 所以你 就是这些东西都在一直在跟上啊 哦 那还是可以 所以我认为以后也会出现 爱马仕的 搏金包的NFT 因为我们现在讲这样子 我们NFT是一个代币对不对 但是 还有一个产业是延伸下去 就是元宇宙 啊 Metaverse Metaverse 就是说我可以 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是 然后我会有一个虚拟的人 嗯 那这个人可能叫MeBits 也是跟CryptoPunk公司出的 嗯 那我这个人我就可以控制他 我去这个世界里面走来走去 是 那这个人是不是就可以穿衣服 他是不是就可以开跑车 他是不是就可以背搏金包 对 然后也不可能是假的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Metaverse它的概念 其实就有一点像一部电影 叫做一级玩家这一部电影 那我们在讲的这个Metaverse 原宇宙就大概是这个概念 OK 就等于是你进入了一个完全的虚拟的世界 嗯 你可以在里面开素食店 你可以开夜店 是 你也可以开旅馆 是 那你的人也可以穿衣服或什么的 或是一起乐曲演唱会 嗯 都可以做到 那 那这时候就会需要奢侈品 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可能观众朋友听起来会觉得 一头雾水 很虚幻 有没有搞错这到底在干嘛 嗯 可是 真的在 过去的一年内 这个产业 改变太多了 正在高速的发展 尤其前几个礼拜 还是上个月吧 Facebook的执行长 祖国客他就已经说了嘛 他 那目标就是希望未来 Facebook他可以成为一间metaverse的公司嘛 对 然后昨天韩国政府也说他们要砸22亿美金 嗯 去推广元宇宙的产业 是是是 对 所以这个是 这个一定是在 可能现在讲还很早 是 我觉得三到五年后 这东西就会变成常态 我也觉得应该是指数型的成长 因为这些科技巨头 他们都已经投入到 这个区块里面了 不管是Facebook 或者是NVIDIA 对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科技巨头嘛 对 然后像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的 实际生活 其实很多人的实际生活是很不如意的 就是他可能会不满意他的长相 或是不满意他的 感情状态 或是不满意他的 住家或什么的 这一切 都可以在元宇宙解决 你可以去找 任何你想要女朋友 逃避现实嘛 对啊 那他就是 这个人他就是上班 一回家打开电脑 他就进入了一个 他很开心的地方 那他就会离不开这个地方 真的真的 对啊 所以你说 这个科技当然是 发展得很快 可是你说好不好 其实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这件事情是正在发生中 对啦 对 确实可能人类会有那个需求 有可能你在实体世界 你篮球打得非常烂 可是你到那个 里面会被操掉的 对 Metaverse里面 哇靠你跟Kobe一样神 之类的 对 那那个时候你就会 你就会希望把你所有的金钱花 这个人身上 因为他已经代表你了 是是 他是你的数位的identity 他给你成就感嘛 对 然后你可能会在Twitter上 有很多朋友 就是可能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没有朋友 是 那他现在 他在虚拟世界 他可以有很多朋友 是是是 对那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用NFT在秀他们 是怎样怎样的 而且没有国界 没有国界 对 什么都没有 你不需要搭飞机啊之类的 很方便 花钱买机票那些 对啊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 很多演唱会也开始 在元宇宙里面诞生 嗯嗯嗯 然后你可以买NFT 嗯 门票去里面跟你的歌手 做一个互动 就是NFT 目前为止 像CryptoPunk 像Artblocks这些东西 他其实只是一个 他只是第一步而已 就是 艺术品是NFT的第一个应用 啊是 那他之后会应用到 虚拟游戏上面 是 虚拟保障上面 是 他会应用到音乐上面 然后 赌马 现在有一个赛马的游戏 也准备要出来 就是你可以 赌博上面 你的马就是NFT 嗯 你可以养他 你也可以交配他 是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去赌这个马 就是 然后这个体育场 也是NFT 是 你可以买这个体育场 你可以收门 在元宇宙里面收门票 啊你等于是地主啊 对啊 你可以买地 也可以买地啊 像我那天去买了一个Kanban 就是一个超大的这个 NFT的Kanban 然后隔了很多隔 是 然后我就买其中一格 然后这个东西 应该明天 就会在 纽约时代广场 展出 然后他 他这个Kanban 就是会在 元宇宙的很多地方展出 哦是哦 那 Crypto的公司 就会想要去买 里面的广告的区块 酷 对啊 就是 就是你租一个Kanban出去啊 对 就是你那种高速公路上面 有很大Kanban嘛 那Kanban都要钱的啊 我在元宇宙里面买一个 对 这个真的太酷了 真的太酷了 很好玩啦 对 好啦那 呃 我们再 简单讲一下好了 就是呃 当初啦 呃 为什么会想要让你这么想要的去 投入到NFT这个世界 就是你已经进入到区块链啊 那为什么你币 其实你赚的也不少了嘛 就是听你这样讲 这个私底下跟他聊啦 啊但是呢 呃 为什么你还会想要再进阶 进一步的去触碰到NFT 简单来讲就是赚更快啊 好 其实总归来说就是你的目的就是赚钱嘛 对因为市场的氛围现在是吵到这边来嘛 嗯嗯 OK那那这边的你只要机会抓得好的话 你就可以翻很多很多的获利进来 是 像我本身哦 像我爸爸跟我弟弟本身 他们都是对当代艺术跟艺术品收藏 是很有很大的兴趣的 是 那接触到之后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我是喜欢 我可以收藏 可是绝大多数的东西还是以 获利为主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其实不管是对实体艺术收藏 还是你去买NFT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进场的初衷是什么 我觉得你自己要先想清楚 你到底是要投资 还是你要去做收藏 你不要说你拿了一百万说 你要进来做投资 然后你买了一件东西 他其实只能做收藏的东西 对 尤其NFT又是比币更难操作的一个东西 因为NFT他你如果买了一个话 没有其他人喜欢的话 你是卖不出去的 你就等于完全就是归零 你就直接套住 吃归零糕 对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喜欢 你就是归零糕 那你买一个币 不管他再怎么样的币 你也可以亏70%卖掉 对 有点像股票 你当场就可以卖掉了 但是NFT你可能买了套了 就是一个月就卖不掉 对 你买到垃圾就是垃圾 垃圾不会有钱的 所以这时候你在选择买什么样的NFT时候 就会很重要就是说 你要买多少钱 如果说真的归零的话 你over ok 对 这个就是资产配置上面的问题 然后这个我们留到后面再讲 这个资产配置 那我们先讲到说这个Raymond你自己是如何去选购NFT的 你有没有什么准则或是公式之类的 我一开始就是全部都买 所有都丢 因为当时很热嘛 所以就是一个月前很热 然后当时有很多新的project每天都在放 那新的project的门槛很低 可能是0.05个以太币 你就可以进去买一支 那我就可以买个五支买个十支也没多少钱 那就会每天都弄不完 然后就可能买了十几二十种 然后有一些吵起来有一些没有吵起来 那搞得就有点烦 那后来我就是吵所谓的蓝筹 就是等于是龙头股 就是说这个产业 可能有一点贵了 龙头股已经贵了 但是如果你看好这个产业会留下来 就是我们讲NFT 它是不是一个郁金箱泡沫事件 如果你觉得不是的话 那势必在NFT世界里面有历史地位的项目 就会值得投资 它会留下来 其实就有跟比特币还有以太币是一样的道理 对所以在NFT的比特币就是CryptoPunk 就是那个像素头 因为它是历史上第一个 对那可能以太币就是autoglyph 然后如果是狗狗币的话 可能就是那个BAYC 就是无聊猴子 这种概念 然后后续就比较朝这个方向去选择 就是到底谁在这波乱世之后会留下来 会留存下来 反正你就是讲白了就有点像 买金就从原本是买多乱撒网 然后慢慢的开始找到一个方向之后 你才发现说我要去买真正大家认同的东西 然后现在NFT以前是说好看 然后炫为主嘛 但是现在NFT是讲说要应用 比如说我买这个NFT我能加入什么什么俱乐部 像我最近买了一只这个一个星星 一个就是皮克斯的星星 然后他就可以让我进到一个群 然后这个群里面都是 就是每天在找这些 就是要买什么币的那些很强的人 然后我买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星星也不便宜 就是28万一只 然后但是我可以进到这个 等一下28万是美金还是台币 然后我就 就它就是一个图而已嘛 然后但是它就是一个门票 让我进到这个高手俱乐部 然后他们每天都在那边讲说 今天要买什么 今天要买什么 然后我其实也因为这个星星群 得到了很多很棒的资讯 那这只星星现在一只要670万了 是哦 就是才两个礼拜而已 两个礼拜现在就要 而且它里面那些资讯真的很准 所以我觉得 就像这个星星我就不会想要买了 是 就它已经不是艺术品 它就是我在这个群里面的一个ID 它的逻辑是这样 我先帮它统整一下 就是它买了这只星星之后 加入到一个类似Terogon的群组 然后这个Terogon的群组会帮它 对有一些高手 然后可能他们这些高手都是在炒币的 对然后就各种名牌每天报 各种名牌一直报给它 然后它靠这个炒币 就可以把这个星星头的钱就赚回来 而且星星本身还涨 对 那主要是 而且这些 这个群里面不是说某个老师在 然后他会告诉什么 不是 就是一群很热爱NFT的人 每天在那边讨论 就是我们早期德州扑克 也有一个这种群 只是当时都是免费的 就是一个网站 然后大家每天去讨论手牌 就是跟当时一模一样 就是一群热爱分享的高手 在一个群里面 而且都已经是大户了 对 然后都是你有一个门票 就这样 是 所以现在的NFT就很讲究说 那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NFT 这个图 能干嘛 你是能 能生更多的币出来吗 还是说你可以加入 某个特别的群组 我也觉得这个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是一个打群架的时代 对啊 对啊 因为如果你用赚钱的概念 你可以进入到一个非常厉害 非常吊炮的群组 然后大家都是以赚钱 跟盈利 获利为目的 然后大家的脑袋 都非常清晰 分析能力非常好 你加入到这个群组之后 确实你获利的几率 那大家开始交换嘛 那你也有输出 人家也有输出双方获利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是赚钱非常快的一个目的 跟一个收藏 就是它不只是我们原本这种 可能是实体艺术 我买一张画 我就够在家里 然后可能你有客人来 就跟客人说 这张画是谁的 对 可能是反骨的 就这样 就这样而已 它就只是反骨而已 它不能做什么事情 可是你买NFD 它可以变成一个社交型的东西了 那这个社交型的东西 转回到实体的部分 其实又有点像 你在买艺术品 实体艺术品的时候 可能我们每次去逛一些展览 或是比较一些拍卖会的展览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 你拿到这些门票嘛 你有这些拍卖会 让你进去这些门票 或是进去一些party的时候 你就可以认识到一些行业 各行各业比较顶尖的人物 或是大企业的老板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 社交门票没有错 这个两个 其实都还蛮相似的 对 那其实不管是NFT 还是这个实体艺术收藏 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目前两个 都还在慢慢磨合的阶段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大概像是这个 Rimon他自己讲述了这个 如何去选购NFT的一些观念 或者是一些小技巧 或者是你还没有一些小技巧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因为以前的话 就是每天追推特 或是追推特 追YouTube 可是就比较慢 我后来全部都是看星星群里面的群友 不是啊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星星群啊 但是就是 我觉得就是要 在这个行业 如果说要选NFT 然后你不是想要选龙头 你是想要选这种 有机会十倍二十倍的东西的话 你就一定需要一群人 你就需要 不管你是朋友 就是很多个人一起看 然后谁看到什么东西 就贴在群里面 这样子才会 不会miss这样东西啊 要不然你是一个人看的话 我觉得很难看得过来 对 那我会建议就是大家说 不要去买一些 除非它是CryptoPunk 你不要去买一些 目前现在这个礼拜 炒得很热的项目 因为通常这都是高点 是 对 你必须要去买一些 比如说刚发行的 刚发行的NFT 那个可以赌看看 就是因为那个进入成本低 所以就算它真的 没非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就是不会伤到太多 所以强调就是 你不要投入太大的 资产部位进去 对 当然一开始你就是 小试水 小试水一下就好了 对 我还是强调 就是我们都没有推荐 大家要进场去投资 就是这完全就是Raymond 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而已 那Raymond可能在 这些他的资产部位 也不会占他资产部位太重 那只是刚好他这些资产部位 有做到一些翻倍的效果而已 那这有可能是他真的很厉害 那也有可能真的是幸运 就是我们全部都不是爆牌节目 这个很重要 好的那这一集 一样先聊到这里 因为Raymond他太多知识 可以挖了 所以我们再留到下一集好了 因为现在也二十几分钟 那一样如果你喜欢我的podcast的话 欢迎到这个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五星 评价加上留言 OK 这一集先到这里先这样 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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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